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典 企业正在闭嘴 中国的努力 为取得政治的力 和影响政策划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5月8日星期二 这里是银爵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城彻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5月7日晚 希拉里·克林顿 在纽西兰最大城市 奥克兰的SPAC体育馆发表演讲 演讲主题比较务虚 主要围绕他在2016年 美国大选中的落败 他的新书发生了什么 以及女性在当今世界的作用等展开 5月10日11日 希拉里还将分别在墨尔本和悉尼发表演讲 希拉里上一次造访纽西兰 要追溯到2010年时 他作为美国国务卿的官方访问 纽西兰多家媒体连日来对希拉里的演讲 和奥克兰之行进行了报道 总的来看 希拉里的这次演讲 主要还是商业运作的成分居多 3000名观众现场聆听 每人的票价是200纽币 单式门票收入就达到 NU60万纽币 考虑到后续的书籍的销售 相信希拉里此行收获不小 常规报道之外 多平台媒体Staff 5月8日还看出了 Tracy Watkins的评论文章 标题是 应对中国崛起 纽西兰是答案的一部分 这篇评论倾向性十足 火腰味也可以清晰闻到 Tracy是Staff的政治报道编辑 管理Staff的整个政治报道团队 这篇评论把重点放在了希拉里 对纽西兰的提醒 认为希拉里对纽西兰 提出了直接警告 要求纽西兰在中国软势力的 扩展中发挥遏制作用 Staff的报道说 希拉里拉响了警报 希望纽西兰和更广阔的 太平洋岛屿国家 注意中国在获得地区政治权力 和影响政策决策 所做的诸多努力 希拉里特别强调 纽西兰是应对中国软势力的 解决方案里的一部分 希拉里还特别提到了 纽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 布雷迪女士 并认为布雷迪教授的判断 非常合乎情理 那就是中国软势力的扩展 是新的全球战役 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要严正一代 希拉里表示 纽西兰有活跃的民主制度和成功的经济生态 在应对中国的软势力问题上 纽西兰有可能成为领导者 中国通 布雷迪女士在纽西兰是知名人物 她认为纽西兰是中国扩展软势力的目标国家之一 纽西兰的民主制度正面临挑战 银居之光曾对布雷迪女士进行过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过往的视频 然而意见 这篇评论显然是赞成希拉里的看法的 评论写道 过往多年 纽西兰和美国凭借着政治关系 和与太平洋岛屿国家之间的文化纽带 一直拥有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但是在中国的金元政策下 影响力已经减弱 同时 因为21世纪的头十年 美国专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 美国在亚洲的关键作用姗姗来迟 这也造成了中国影响力 在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扩展 评论还提到 自2010年起 纽西兰和美国恢复了军事演习和训练方面的交流 虽然没直接点名 但这其中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确 那就是希望纽西兰和美国强化军事合作 这篇评论还特别强调 在谈及纽西兰有能力制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话题上 希拉里公开讲出了纽西兰政府不能讲的话 纽西兰是否有意愿 是否有能力和中国对抗 在纽西兰理论界 工商界一直都存在争议 工党政府去年底执政以来也没有正式表态 但斯大夫的这篇评论 倾向性应该说很明显 并且把工党政府大幅度增加海外援助预算 与希拉里的警告做了某种微妙的关联 该评论援引纽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Winster Peters 也就是中国人俗称的老皮的话说 海外援助增加了7.14亿纽币 达到了创纪录的10亿纽币 虽然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但确实是纽西兰重返南太平洋地区的象征 即便是辅助欧盟国家和澳大利亚进行的地区援助 纽西兰也真切希望在未来的地区事务谈判中 发挥更多一点的作用 根据这篇评论 老皮在谈到增加预算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中国 Tracy暗示 纽西兰工党政府和美国加强合作 以制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软势力扩展 同时认为纽西兰在地区事务中发表声音 将让美国看到纽西兰具备更大的战略作用 它的观点是否能代表整个staff的态度 目前还不明确 过往专栏作家往往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态 但是在媒体平台供职的记者编辑 做如此强势的观点式表态 应该说并不常见 希拉里将很快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 她对中国软势力的攻击 在澳大利亚会掀起更大的波浪吗 这里是银爵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城彻追溯迪秀村的中国光影 期待您的评论 感谢您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